剛才有一個問題,是否只有那些最聖結、處理生命最高度的人才可以跟人說邪靈 會否有邪靈跳到身上呢? 的確可以的 但是我們不需要等到完美 等到完美,每個人都不夠完美 而是你知道的罪是會悔改、憎恨罪,並刻意處理 那件事不成為你的懶罪 雖然有時會有軟有阻 但你立刻說神,我是做錯,求主赦免 一做錯時,立刻求主赦免 那件事就不會成為你的困擾 但如果那個人整天都在生氣,那就不要做了 一有這麼多不開心,立刻會處理 有甚麼不喜歡那個人立刻處理,就不是一個問題 的確我是見過有人是因為他的罪沒有處理 和和神的關係不好的時候,是會攻擊他的 但這個不要成為我們的懼怕 因為如果成為你的懼怕,你就一輩子都不會做了 因為你一輩子都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問題 你等到完美是不可能的 而當你做的時候,也會鼓勵你更加去處理生命 你越做,你就越處理生命,這個人越鬆 其實很重要是信心 當然,你信心也是對付罪 信心意思是甚麼? 不是我夠好,是神夠好,神赦免我 所以我可以做得到,這是信心 而我們做得不夠好的,求主赦免 耶穌一定射免我,耶穌一定保護我的 你有這個信心就沒有問題 但一個人如果有罪,他根本不會有這個信心 譬如他還在生氣的時候 他雖然口說,我跟著你講 我有罪,耶穌射免我 但他的心仍是堅持要生氣 他的信心是一定受影響的 人堅持在罪中一定受影響 所以在這個情況,他就堅持說 神啊,我為甚麼要生氣人 以致影響我的數量生命呢? 我就放手了 我放手了,然後我就有信心 耶穌一定祝福我,保護我 我們就沒有問題 我就覺得有時,有些人太過誇張於 即是我們夠好 事實上,耶穌講這個權兵的時候 我已經賜給你這個權兵 耶穌並沒有說到 你們那些做得最好的就有這個權兵 耶穌並不是這樣說的 耶穌是說我將這個權兵給了你 所以我們已經有這個權兵 我鼓勵你們不要害怕 基本上你已經不是在生氣人 你不是活在某些罪中控制你的 雖然你有軟弱 但你堅持親近神 你堅持親近神 你不是在生氣人 我便鼓勵你去做 即是有機會你去做釋放 即是放心去做 其實應該說 你有什麼在眼前可以做 你就做 就不要怕著你不夠吸收 因為你做的時候 第一,加強你的信心 給你動力去處理生命 我都會這樣說 最差最差的情況 真的有被斜靈攻擊 那就怎樣了 令你快點處理多些 處理完就更加好些 更加堅定相信 負面感覺 負面思想是沒有好處的 所以我一定要處理完 任何的罪都沒有好處 這樣的時候 就會用正面的心態來看 我就覺得太多人 經常很害怕人 我聽過有些很害怕的 第一,有些人永遠都不會釋放別人去釋放 只是教育 或者最高度的訓練的人 才可以釋放 其他人全部只是聽 耶穌說 信的人哪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名趕鬼 神是想每個人都做的 所以我就覺得不用太怕 另外有些人又會很怕 我又去 會不會又被攻擊 我又去宣教又被攻擊 有些人會 我覺得太多的懼怕 以至於人我會做 神也會做的事 所以我鼓勵你不要太害怕 不要太擔心 放心去做 當然你和神的關係 經常都在信心裡面 神祝福我,神愛我,神看了我 所以我可以很開心很快樂 剛才有一個問題 就是廣邪靈的時候 一直播著詩歌 其實全部都有好處 或者一群人唱詩歌也是有好處 原因我沒有這樣做 就是因為我發覺 突破點 就是這個人的信心 當然詩歌可以對他有幫助 但他的信心和願意放下罪 他相信耶穌的狄得性 他有信心 他邪靈就容易說出來 他有信心 當然有些人來說 詩歌是有幫助的 但可能很多次做 我們都很趕時間 一會兒有聚會 我們不是故意去做 我們通常是聚會之前 有些人有需要來到 而發覺有邪靈 所以我們就去趕邪靈 所以我們不是有那麼長的時間 還有有時都未必有那麼多人 一起唱詩歌 有是可以的 但我又不覺得一定需要 最重要是引導他有信心 以及引導他如何處理生命 放下一切 和回家後都一樣 爺日清人神 又有信心 這樣的時候就可以處理到 另一個問題就是 是不是一定需要有同工才可以趕邪靈 我是周時都沒有同工一個人做 在很多情況之下 我們未必有人去幫忙 有的時候是最好的 有些人很強調 一定有同工才可以趕邪靈 所以他們沒有同工也不做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 某程度跟耶穌所說的有不同 因為耶穌說信的人 沒有神跡除了 他們就有奉命趕鬼 所以信的人就行 不一定要一班人 總之有人就可以 所以我就不覺得一定要一班人 但如果有的是好的 如果一班人一齊合一討告 一齊聖靈充滿 一齊有信心 這樣的時候 神的工作是會加強的 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人被趕邪靈的時候 他就力大援救 或者很狂野的活動之類 如果你一早知道他是這樣 那你就找些人幫忙 那個目的就多些是按住他 當然一齊祈禱是好 即是說 不是因為要多些人多力 多些人是多力的 不過事實上 我們未必每次趕邪靈 都一定有一班人 所以 但這個情況 為何一定要有 令人一起呢 就是因為這個人 他的彰顯是很大力的 這是為了這個緣故 但另一方面我也會這樣說 所以這個人要趕邪靈 我就覺得先教導他 引導他 就告訴他 其實你不用覺得那些邪靈 一定要控制你的 即是個人合作 因為 其實趕邪靈有不同階段 第一種階段 就是他的意志和動作 他說話都不受控制 你叫做什麼他不受控制 而下一個階段 就是他開始有些回應 但不能夠全面性的回應 下一個階段 就是他能夠回應 但都是一段時間 其實趕邪靈有時慢 因為那個人未必能夠完全 很信神愛他 他和神關係好 而且他很想離開罪 因為這些緣故 他生命有破效 所以就不是一下子趕邪靈 即是說人都有不同的狀態 我們就首先教導這個人 這個人很容易很大力 我們就告訴他 一會兒你趕邪靈的時候 你裡面很大力想要動 那你無論是想大力想要動 或者很硬很硬 很實 很穩實 都是用同樣的方法 就是相信耶穌有得勝 放鬆的人 吹他出來 都是一樣的方法 就不一定要按住他 有些情況是需要按住他 但我覺得 當被同仁趕邪靈的時候 他有些很強烈的反應 無論他是喊什麼 或者很強烈的活動 或者其他的反應 我們不一定要全部 都是用按住他的方法 叫他不要做 幫他有信心 所以他一吹 邪靈就可以離開 而且他是不需要 死慘的 他是相信耶穌得勝 所以他吹 就會簡化了過程 就不用那麼辛苦 他可以有信心 去吹他出來 也有時候 我們做邪靈 就是有這個情況 就是他合作不了 他動不了 吹不到 我就告訴他 你裡面堅定相信 他一定要走 邪靈一定要走 然後你吹不到也好 你就深呼吸 盡量深呼吸 我發覺他初期 就長一點時間 可以恢復反應 但後來就越來越短 越來越快 就可以得到 所以他信心 和他肯放下這些東西 他就會越快可以釋放到 對於趕邪靈 也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經驗 這些經驗 我不是說 一定是對我們沒有幫助 其實我們都可以考慮 但是 每個人說的經驗 都一定可以應用到 我自己發覺 是有信心 而吹是有幫助的 而聖經的根據就是 耶穌吹勾氣 他們受聖靈 而聖靈 創造天使 而天使墮落 變成邪靈 所以邪靈 都是來自聖靈的 所以 他雖然很不同 他是邪惡 他是破壞性的 但是 他一樣可以透過吹 可以傳遞 所以吹氣可以吹出來 當然 如果你信心不夠 你就小心 他不要吹著你的臉 其實 你的信心 都不用擔心 我站在面前 都會被他吹到 但我又不怕 我又不擔心 我又不想 我又覺得沒事 所以 信心 即是 我相信耶穌得勝 不是我夠力 是相信耶穌得勝 你就不會受這個影響 他有不同的情況 我們就教定他怎樣反應 教定他 教定他 一有什麼反應 就 嘗試深呼吸 因為深呼吸 怎樣都要吹出來 然後 可以的時候 就吹出來 他有蒙蔽 我奉耶穌命叫他開眼 他又開不到 但我跟他講 你有信心 耶穌一定叫他開到眼 然後他就慢慢反應 他又開到 因為他開眼 一個人不同 我們說邪靈的人 他一開眼 看著我眼 就快點趕走 有些人就不是 因為他不習慣 他看著我眼 就笑 不自然 我就叫他不用看著我 但有些人是特別反應 特別有幫助 因為他裡面的邪靈 看到的時候 就會怕 就會不舒服 所以這種情況 我就會叫他看著我 我可以看著我 我可以看著我 被忽耐